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出租车司机杨师傅看着前方的车辆突然惊出一身冷汗 看见有一辆宝马车 用大灯射了一下它底下 看见有东西 跟了一段 看见宝马车下面手 有一只手 杨师傅一面尾随着宝马车 一面呼叫其他出租车司机注意 宝马车向南驶过三个红绿灯后 向西转向金碧路 这时 另一名出租车司机刘师傅也看见了那辆宝马车 也被吓了一大跳 两名出租车司机都觉得宝马车的底盘下像是拖着一个人 他们不约而同 拨打了110 继续尾随在后 想进一步确认 也看不出它是造势逃逸的那种感觉 车速也不快 大概就是在五六四马 跟我这车 车速差不多 一到红灯大概等红灯 大约尾随七百米后 车开到后新街 一个人从宝马车底盘下 被颠了下来 就是这 阴紧盖呢 就把人颠掉了 因为那阴紧盖大概高出地面两公分左右 可是这时 宝马车仍像毫不知觉一样 继续向前开 两辆出租车加大油门 又追了三百多米 把宝马车逼停 我们再回到二十分钟以前 在北京路北端的立交桥边 几个摩迪司机正在聊天等客 一个男子从路边走来 摩迪司机们发现 这个男人竟躺在了路中间 有三辆出租车都及时杀住 避让开他 司机们正想要将他拉出来 发生了不可思议的一幕 司机们看到 宝马车驶出两百多米 在一个路口停下来 此时也就是前面的出租车司机看到这辆宝马车的时候 一个女人从车上走下来 驾驶出这里下来 然后他从后面看了一下 然后摇到前面 摇到前面来 他像这样看了一下 还用脚踢了一下轮胎 宝马车继续行驶 在车后留下了这条脱长的血迹 出租车司机尾随他 最终将他逼停 二十分钟后 驾驶赶到现场 扣留了被出租车们拦下的宝马车和司机 当时你看他的表情是 当时你看他的表情是 一路上紧盖颠簸 男子被从车底盘颠到地上 至此 男子被拖行了三千七百米 男子身上没有撞击痕迹 而是因为头部和胸腹部被拖挂而死亡 人们很快了解到 宝马车的车主蒲女士46岁 是某城市投资建设公司的管理人员 而被宝马车拖行后身亡的男子名叫杜船富50岁 是一名外地的无业人员 车祸发生后 受害人竟被拖行三千七百米的离奇遭遇 宝马车主和受害人身份的差异 使得这一起交通事故最终将会如何处理 成为了公众热议的焦点 查清事实 依法办 事故发生后 杜船富的兄弟和侄子等家人从老家赶来 杜船富的兄弟们说 杜船富是一名手指残疾的退伍军人 早年妻子李毅 他独自一人在昆明打工 修过汽车 看过大门 死亡前靠十废品赚钱 生前最爱饮酒 同时熟悉事发路段的人们也感到奇怪 因为这里并没有人行道 杜船富为什么会躺在路上呢 杜船富的兄弟找到杜船富生前租住的每月租金三十元的出租屋 看到杜船富一贫如洗 但邻居们都觉得他不会是自杀或者故意躺倒在路上的 挺乱观的 发现就是爱喝一点酒 其实他没有什么 我对他印象就是这样 有钱就吃就玩嘛 他不考虑更多的事情嘛 死者呢 他之前是赢过酒 酒精含量是二百一十七 是已经醉酒了 我们第一时间把开白色轿车的这个造势驾驶员带到医院提起了他的静脉学 检验呢 没有赢过酒 看来杜船富是醉酒后睡到了不该睡的地方 那么这是不是就意味着开宝马车的司机没有责任呢 事故发生后一周 正好是中秋节 杜船富的兄弟在事故发生地祭奠亲人 对于杜船富的惨死 他们心里有很多疑问 这个油饼啊 烫那儿 或者这么烫那儿 你给你车停那儿 停下来 给他扶起来 给他砍饼啊 或者送到那儿 这算有伤心 因为那个车很平满 你都没有一点感觉 你都给他压 压回去这个 四公里多远 我们觉得他是故意这个 事实上高的 宝马车的车主在拖挂杜船富之后 又行进了数公里 是真的对事故毫不知情 还是因为对人生命的麻木漠视呢 车主蒲女士始终不愿面对媒体解释 只是接受交警调查时 说了自己当时的感受 他有可能一点感觉都没有吗 他自己说的 有一个震动 有一个意向 不知道是什么原因 在出去250米以后呢 他就把车停下来了 检查了 绕了一圈 看了一下 这样呢 用脚抓抓车轮 车轮呢 里面有什么问题 他没检查出来 随后呢 又驾车又走了 据交警对肇事司机的询问 蒲女士说 他并没有看到马路上躺着人 但交警走访中围群众证实 从杜船富最卧在马路上到事发五分钟内 有三辆出租车经过 看到杜船富并避让开了 那么宝马车是不是也应当看到杜船富呢 交警依照蒲女士的身高视线 驾驶肇事的宝马车反复做了试验 如果他的眼睛呢 一直很集中近地 就是车前方的路面呢 他有35.5米的可视距离 能够发现那个人 那时间呢 是时间是3秒 3.2秒的时间 这个3.2秒的时间 晚上可以刹住车 可是他没有刹车 那么蒲女士没有发现杜船富 会不会是因为有超速这样的违法行为呢 但交警表示 肇事的第一现场没有刹车痕迹 车速已经无法鉴定 他自数呢 是40 40 然后呢 从周围的这个 别的这个站员 不是有出车吗 这些 从另外一个证据来证实呢 车速也不快 以基板决定就有 这一个车速 从出事地点到最后宝马车被堵停的路线 正是司机蒲女士回家的路线 从蒲女士的车拖着杜船富 不紧不慢前行的状况看 蒲女士不像是明知事故而逃逸 但是拖着一个人前行了四公里 竟毫不知觉 又让人感到不可思议 人们对此也都议论纷纷 围绕着种种疑问 昆明市交警大队两次召开新闻发布会 通报了警方走访证人 查验现场模拟试验的情况 通过媒体的报道 群众也积极提供线索 使得事件逐渐明晰 最后人们的疑问集中在 肇事司机究竟应当负多大责任 会不会被追究刑事责任上 发生致能死亡的交通事故 如果他负主要责任以上 主要责任或者是全部责任 那么一计刑法的规定 他就舍前构成交通造此罪 是他不该罪卧街头 还是他没有注意前方的路况 交警队将如何认定双方的责任 宝马惹的货 今日说法继续播出 处理事故的交情也说 这个事故并不那么常见 正好有人在那躺着 然后正好有车过 就把那个人卡在了车的底盘上 那么从一个事故 鉴定的这个角度来讲 宝马车的司机反复强调 他说他确实不知情 那么在这种情况下 我们应该怎么分析这个事故 每一起事故 它里边都有一些偶然因素的存在 这个是很正常的 那么就这个事故而言 正好他躺的这个位置 正好处在两个车轮的之间 也就是有这个空间 所以车开过以后 没有发生碰撞 直接挂在车底部 那么为什么司机没有发现 那么行驶了一段距离以后 他听车再去检查 也是仅仅检查了轮胎以及车辆 也没有发现 也没有发现 也没有检查底盘这些部位 从这里面来看 一个就是这个偶然的因素存在 另外一个就反映出一个什么问题 就是司机 驾驶技能这个方面 可能没有什么经验 从后期来到 他没有逃逸的成分在里面 是吧 所以他这个时候不知道 应该是比较可 我个人认为应该是比较可惜 有没有责任 责任应该是有的 案发是在夜间时间 是吧 另外一个在这个是隧道 有坡道 有坡道 在夜间 视线不良的情况 特殊路段 应该更加注意这个行车的安全 所以我们讲说这个 他应该负有一定的责任 这是从司机的角度 从司机的角度 另外一方呢 行人来说 在这个路段上来讲 我们说他不允许行人通过的 刚从录像上看到 他是一个忽然的 通过已经错了 那么喝酒以后 躺在路上 那就是错上架锁 如果这个行人 他是生病 然后躺在了路上 疾病突然复发 应该是躺在人心道上 你应该走人心道走 那么躺在人心道上 这个车 同样今天发生这几事故 那么司机就要负责 因为人心道 作为行人来讲 他有优先权 很重要一个问题 就过错大小了 对 一般情况下交警部门 在认定一个事故的过错大小的过程当中 会考虑什么因素 主要考虑他这个违法行为 这个违法行为造成的后果 有多么严重大小 这就是一个什么呢 就是怎么样一个把它量化的一个问题 现在目前来讲 说我们还没有一个统一的这个 具体的一个标准 可能是一起案件 不同的人去认定来讲说 可能会有不同的结果 这就需要大家的经验 经验的 另外一个就是共同具体来探讨这样的案件 10月15日 事故责任还没有做出认定 交警大队先召集事故双方 召开了丧葬协调会 协商的一方是杜船妇的兄弟和老乡 另一方是宝马车主的代理人 杜船妇的亲人要求对方支付6万元丧葬费用 但车主的代理人表示 只愿支付云南省公布的丧葬费标准1万多元 经过一个上午的协商 最终双方同意 司机先支付3万5千元丧葬费用 2008年10月 交警大队作出责任认定 认为司机蒲女士 事故当晚驾车经过肇事地点时 未按操作规范安全驾驶 而杜船妇醉酒倒卧载机动车道 双方承担事故的同等责任 随后 在交警队主持的事故损害赔偿调解会上 双方协商由蒲女士一次性赔付给杜船妇家属 在这个案件的调查过程当中 昆明市警方两次召开了新闻发布会 告诉大家 我们现在进展到哪一步了 我们又发现什么了 我们继续要往哪一步去努力 现在事情的结果是什么 一方面保持了信息的公开透明 保证了公众的知情权 另外一方面 也让一些不必要的猜测 甚至于流言 能够化解于无形当中 同时 我们的节目再次提醒 每一位机动车驾驶员 一旦上路小心驾驶 感谢您收看今天的节目 感谢高老蔡先生讨论 明天同一时间 进行说法 谢谢大家 谢谢大家